凝柬稽查 每到锦历集结在酒店外的这一幕 就在执勤过程中 一窥酒店内神秘包厢与营业实况 其中知名酒店金钱报 成为台中夜生活的指标之一 名气够大 却也因为与欠税扯上边榜上有名 就在财政部重大欠税公告中 全国16个税务单位列出清测 欠税大户个人榜蝉联榜首的 旧市基欠19.1亿的 已故股市名人黄润中 盈利事业欠税居贯的是 环雅大饭店二十二点四亿 至于第三的松竹皇宫大酒店 第四的红丁酒家 以及第六的金鼎大舞厅 都在金钱报旗下 合计欠税高达三十一点一亿元 酒店舞厅成了台中的另类文化 只是财政部揭露的讯息中 金钱报旗下公司基欠 天价税金 难道会没有资金能够缴纳吗 金钱报旗下酒店 舞厅欠税 近日登上版面的则是因为 知名酒商国泰洋酒 勾结金钱报在内等四十七家酒店 涉嫌以刷卡百分之五营业税 规避百分之二十五的营业税 其中疑似逃漏税额为八亿 尽管负责任原厂凭石口否认 遭羁押后以一亿元交保 加上欠税的成年旧账 被揭露的欠税金额超过三十一亿 让税务单位紧盯 快点矫情 甘广女郎在舞台上卖力超热现场七分 号称东南亚最大的金钱报酒店 每年营收高达上亿元幕后操盘手 就是台湾酒店教父原唱平 以酒店业逐渐打出知名度 还曾远赴中国设立餐饮集团 回台后又打造港式饮茶餐厅 也曾涉足体育事业为了儿子热爱的篮球 砸钱冠名篮球队 2016年甚至成立以教育预题为主的 新一代时报 不过在2018年选后不到一个月 无预警吹息灯号 细数原厂品的事业版图 台中金钱报系列酒店 杠式饮茶餐厅双语一条龙 创办幼儿园小学国高中 新一代时报曾冠名赞助 直篮女类球队 涉略酒店餐饮教育体育媒体业 如今原厂品鲜少现身公开场合 事业重心转移 专心搞教育体系 近期缺因逃脱税风波 越上媒体版面 进入专载线真台中采访不到